身邊有不少朋友都喜歡品酒 不過過往大家對於一些名酒、紅酒等等的印象 可能都是來自環球的 不過我們也看到內地近年都很自力去發展酒莊 如何令整個產業做得更好呢? 當然要問問有份創業和推動行業發展的朋友 Hello Rita 你好 其實以前大家一說酒就說法國或酒莊 都會聯想在外國多些 但近年內地都多了很多不同的酒莊出現 這個會不會是你創業的其中一個覺得是好的時機 當時為何會有創業的念頭呢? 其實說回到2008年的事 即是十五年前 當時其實是機緣巧合 我先生就做投資 投資在煙台 就知道了政府的計劃 他們當時都跟我們說 我們都說很有意思 原來他們想 因為他們整體整個國家在發展中 煙台已經發展得不錯 我們處於的地方是蓬萊 蓬萊是農民區 即是種植水果的地方 所以當時那些路都未貫通 但將會貫通 即是已經是計劃了 當你貫通了之後 城市和農村 你怎樣接軌呢?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計劃 他們也探索過 知道那裏是種到優質葡萄揚酒區 所以他們就很想做一個釀酒區 可以比美世界其他 例如Bordeaux、Tuscany、Napa 所以他們就說 想找人招手、找人投資 去做些酒莊 要有心去做好些酒 我們知道了這個計劃 覺得它的意見很深遠 所以我們其實對酒 當時都不是很熟悉 我們就試一下做一做 一做就可以農民就有工作了 另一個難題就是 酒的價錢是很闊的 平時可能你在超級市場幾十元有 當然了 一些名貴的酒莊 可能去到五位數 甚至乎拍賣的時候六位數都有 你們怎樣去找你們的目標客群 以及主要的可能是出口的地區 又是哪些呢? 其實坦白說 當時已經說了他們想做一個優質釀酒區 如果想做優質釀酒區 我們其實最根源就是要有一支漂亮的酒 所以當時我們都是當社企去做這件事 我們又不想拿太多地 我們又覺得我們不是很多地 你多極其實都是有限量 還有做優質的葡萄 其實我們只可以不可以有很大的量 因為中間其實你剪都剪了很多 所以就注定了你做優質葡萄的話 就是量不會太多 一定會減半 所以其實我們也想做環保 因為那裏其實本身吸引我們的第一眼 就是那個地方 很漂亮 雖然當時好像很貧窮 但其實那個地方的空氣質素都很好 大自然環境都很好 所以我們覺得 起碼進去做 你不要去傷害那個地方 你應該做到更好 所以我們又保持所有梯田的形勢 整個Valley的形勢 那就不會去做太多干預性的事情 量少又要優質 所以目標客群其實是不是都很針對性 不是說真的一般的大眾 其實我們針對一些比較高端的客戶 比較懂得喝酒的人 因為其實懂得喝酒的朋友 他們都會喝得到 即是你有放了多少心機下去 我們其實都是說酒的故事 我釀酒師就說 如果你喜歡這瓶酒 我都不能告訴你 我下年是否做到一瓶 好像是否一模一樣 是不可能的 其實每一年份 那瓶酒 因為天氣和問題 就算是同一塊田 它出來的效果都會有些不同 其實喝一瓶酒 不是喝酒很簡單 只是一個故事 告訴你 那個年份 這個地方發生了甚麼事 剛才你提過 你們的酒莊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在裡面就是永續環保 其實在經營上 怎樣可以貫徹到這個理念 整個營運成本會不會增加了 沒錯 沒錯 因為那個土壤 我們保持它本身 不要影響它的底層 它的底層 它本身的地方好 你才會去那裡種 如果你去挖散它 然後再鋪去 其實影響了幾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 它本身的底層 可能被傷害了 亦都會有那個流失 即是泥土的流失 另外就是 我們現在保持梯田 除了環保之外 其實在酒方面 都是幫到我們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百九十幾個梯田 我有七個品種 我意思是 我一個品種 會有不同的梯田發生 我這個梯田在這裡 種著莎德尼 這個梯田在這裡種莎德尼 是很接近的 但是呢 你到收成的時候 你有空來看看 就會見到 這邊的梯田在旁邊 但已經成熟了 但這個還差一點 那麼近 為什麼會這樣 應該不會 但其實就是土壤的不同 它的情況 都會發生不同 加上它可能的日光照 或者所有的東西 加上它會有不同 好處就是什麼 不好處就是 我們其實是個Costco 因為我們處理它的時候 我不可以說 一次過 對 一次過 一次過 找個機器收好就算了 我們是要人手 去 了解 就是逐粒看 對 逐粒看 然後決定什麼時候收 可能分幾轉來收 所以 其實這些都是 會影響到 跟著我們 保持複雜度 因為它本身 這塊田和這塊田 可能的flavor出來 都會有不同 做生意要成功 都有幾個元素 就是要有人 你找到對的人 也有地理優勢 也有產業政策的扶持 但面對的競爭 不僅是內地 其實你一說是名酒的話 有很多世界知名的酒莊 你們這麼多同行 其實內內外外都很多 怎樣突出到自己 如果在中國大陸來講 我們是很小的酒莊 我們年產量 2、3萬瓶酒 地都比人家小 多數現在 如果大家聽過一些 大陸酒莊 大部分都 起碼帶我們幾倍 甚至乎十幾倍都有 所以我想 我們的優勢 就是因為我們小 小不是壞事 因為在你要做到 這麼精準的情況之下 你太大 你可能自己也未必 應付到這麼多 所以我們小 其實就可以給我們 更多時間 還有去做好每一個工序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我們的優勢 由創業那一刻 屬於一個門外行 都不知道 這是什麼行業 到現在 其實現在真的 自己在經營中 也有一定的產量 經過了這麼多年來 其實有沒有什麼困難 你覺得原來是比想像中難克服的 其實都 很多 因為我們又不是做這行 所以首先 開始就是種植 開田 怎樣開飯 幸好我們都算 很幸運找到一些專家幫到 即是教我們 所以我想不斷學習這個精神 是需要的 然後就起東西 那起東西也是 那我找到建築師幫手 那妳也要明白 所以又是 都是裡面當中 也有些難度 然後就到洋酒 又是洋酒師幫手 那要跟他溝通 例如做一瓶原生酵母的酒 那什麽是原生酵母呢 他又要解釋給你聽 原生酵母就是你的葡萄自己發酵 不要加外面人工的酵母 很多這些知識要不斷地學習 到你覺得有時候好像累了 覺得我終於畢業了 然後又下一步 又要做銷售 退廣 然後又要重新想想怎樣去推廣一瓶酒 我以前的工作都有需要做推廣 不過不是推廣酒 所以時間的情況 現在又有多了很多社交媒體 其他東西 其實是我以前工作的時候 都未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所以很多東西都很難 但又覺得因為我們是捨棋 一直在做的時候 請到一些人幫到他們 自己又幫到自己 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在這些地方有得著 就覺得值得去做 公司未來有什麽新的方向呢 因為聽Rita所說 其實就是在一個量方面 可能都有限制 因為真的要走質素 不會是一個變成了幾倍的大規模生產 那是怎樣可以再進一步去發展呢 其實是一個社企 我當然希望 因為多了人認識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更多不同各種的活動 例如跟一些學生或者學校合作 讓他們可以多一些人了解到 環保 種植 再生保育 這些東西 還有可能是養酒 我們香港很多市酒師 但比較少養酒師 那會不會有些香港人想做養酒師 可以在一個商業行業 去考察一下 或者大家溝通一下 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在商業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們本身小 小有小好就是我們沒有這個企業光環 所以變成我們可以做一些決策的時候 可以比較彈性一些 例如我們會每一年看我們葡萄的質素 我們會決定我們做些什麽酒 我們現在見到外有酒 我第一年我只推出了兩支 即是2008年的第一年份 推出了兩支 一支紅一支白 我到第二年的時候 推出了一支Rose 接著我亦推出了一支野生酵母的Chardonnay 即是原生酵母 原生酵母的Chardonnay 和一個叫做Petit Verdot Petit Verdot這個品種 在國外很少做到單一 因為它的單靈粗 顏色深 很少做到單一 但我們就抽出了一支單一 而這些酒也拿了很多獎 所以變成我們有這個彈性 可以去做一些比較特別的事 去吸引一些愛好者 去記得我們 去聽我們的故事 我覺得 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最重要是有創新理念 就算在一個傳統的行業當中 其實都可以有新的經營者加入 以及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 謝謝Rita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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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